然后我打的是97.8分 刘雨昕 你竟然还有小数点啊 有小数点 对 有小数点 就让你们算的时候麻烦一点 我觉得这个很棒 对 我觉得 我觉得他拿第一啊 这个是真没想到啊 成了黑马祖 他们认识 真的没想到 可以 这个超越了涂鸦 就很轻松 不会像那种看得很累 对 很喜欢选的这两首 非常厚史的音乐 用了整首曲子 没有过多的音效 然后但是能编出这么多花来 就非常的喜欢 对 然后很多点子都特别好 每个人的表情 每个人的状态 都很有戏剧化 满分 这好多一些设计都特别自然 对 停在空中了 然后擦一擦 然后滑过来了 停车踩一跤 摔倒 半倒 都非常自然 然后冲到前面了 然后再滚几下 再回去 最后滚过去 真的太炸了 我特别喜欢 也是我心目中的满分 95分 我觉得这是一支很厚史的作品 之前看那个中期考核 是没有编完 所以不知道在表达什么 但今天超出预料的好 然后上一次也说 那个popping画面会不是很丰富 然后编出来的东西会比较少 但这一次完全的全是加分的点 所以我觉得很好 然后我打的是97.8分 刘雨昕 你竟然还有小数点 有小数点 对 有小数点 就让你们算的时候麻烦一点 刚刚雨昕队长说到中期考核的时候 那他们真的是 可以说什么都没有 一波三折 给大家讲讲你们这个经历 其实我觉得一波三折 都少了 我们这五起码排了五百买一送四 从最开始 中国古代兵法 排到西方交响乐 再去美国找James Brown 最后又找埃及 其实已经有一点就是被粉身碎骨的感觉了 就觉得算了 就豁出去吧 最后其实我们选择的是 走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刚刚排的很多 就想说的细节都是我们 排列里面真实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比如说地打滑 那我们就把它擦一下 包括激昂忘动作之类的 最后想哎 干脆就把这个排到 舞蹈里面嘛 所以我们觉得真正的 就是这个 funky 一定来源于生活 对 德区打开了 yes